大家好,兰花从上盆到进入正常生长的这段时期,我们称为浮盆期。 兰花的浮盆期有长有短,因然而异,不同的描情,不同的处理手段,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管理养护方法都会影响浮盆的周期。 无论是外地采购的兰花,还是本地购买或是自家翻盆的兰花,在先上盆后,兰花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生长停顿的情况。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兰花的这种生长停顿周期最小化,让兰花快速地进入生长状态,这样有利于兰花的浮盆和负状,浮盆是负状的前提。 好的兰花描情可以加快浮盆描情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兰花的浮盆速率,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这个是先天的优势。 健康的兰花生理机能正常,能够高效地从植料中获取养分和水分,还能通过光合作用高效地积累干物质,老弱病苗生理机能差。 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利用都会大大折扣,浮盆和负状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我们在挑选兰花苗的时候要优先选择无病害的兰花,结构以二到三代苗为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子母苗,这样的苗状势。 另外,兰花要看上去生机勃勃,根系发达,蓝根完整修长,叶片鲜嫩,叶色碧绿,表面富有光泽的兰花,少选老苗,若苗,根系短粗,发黑,腐烂,叶片暗淡无光,叶片发黑的兰花。 在营种兰花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多地选择苗多的兰猪,以三苗或三苗连体以上的为好,苗少不利于我们后期的样职,存活还低,需要过硬的兰花技术才行。 自家兰花翻盆,换盆的,拆苗时也要注意少拆分成单苗,也要尽可能地拆成三苗或三苗以上一组,尤其是炉头小的兰花品种,苗多点是好事。 炉头大的兰花品种,炉头里面存储的养分多,苗树可以相对少一些,在根系不是非常发达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整成独苗的围鱼。 总之一句话,选三苗或三苗以上的准没错,兰花的开花期间耗费的营养是非常大的,不利于兰花的后期浮盆和腹状,一般完整开花后个的兰猪,发苗少或易发发若苗,这是由于养分跟不上导致的。 这也是对于兰花要在开花前和开花后都需要试一次薄肥的原因。 对于心上盆的兰花只想闻香不求负壮的兰友,花苞去不去无所谓,对于追求快速负壮的兰友,如有花苞,应该及时剔除,避免开花过度消耗兰猪体内的营养。 如果是从来没有见过花,需要确定花品的,可以在众多花苞当中挑选一到二个壮士的花苞留下,其他的全部剪除。 伤口用药物进行消毒风口,待剩下的花苞开花七天后剪除,剪除的时候只用剪除花即可,花感留下,不要剪除,因为花感内的养分会回流到植株内帮助兰花浮盆。 兰花的上盆时机应该选择在春天或秋天,不要在夏天或冬季进行,这样可以提高兰花的浮盆速度,因为春天和秋天气温适宜,大部分时间的气温都在15到30度直接,非常适合兰花的生长,兰花在上盆后可以顺利进入到生长状态。 在这个温度阶段内,兰花根部和叶片的各项生理机能都能正常地工作,在夏季和冬季就不一样。 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兰花会因光合作用产物被转运,转化的速度变慢,从而成长倍抑制,高于30摄氏度兰花体内酶的活性会降低,会阻碍兰花的生长,导致兰花的生长变慢。 再给兰花上盆前先清理干净泥土和坏根,叶角的枯叶,烂叶叶都要清理干净,有伤口的要先对伤口进行杀菌消毒及风口处理,然后用清水进行浸泡,这时候不要放杀菌剂,让兰猪体内的细胞吸足水分后捞出,然后再用吸湿后的杀菌药进行浸泡。 如果一开始用杀菌药的话会存在一些问题,对于脱水不严重的兰花表现不明显,如果是脱水严重的兰花,用杀菌药进行浸泡,那么兰根会把这些杀菌药都吸入到细胞里面,不利于兰花的浮盆。 在野外的生存环境进行模拟,要求通风透气,光照合理,温暖湿润的环境。 所以,给兰花上盆时我们要选择颗粒状的兰花植料,颗粒植料透气性好,沥水保湿,利于兰根的生长和呼吸。 颗粒大小在0.5到2厘米左右为1,有条件的可以将养的健康壮实的兰花倒出一部分植料,混入到我们的新植料当值。 这样做的目的是移植兰根的共生菌,促进新上盆的兰花盆内兰菌快速生成,因为旧植料中含有大量的兰根共生菌,兰花的根系没有根毛,需要依赖兰菌来分解植料中的养分,然后提供给兰根吸收。 因此,盆内兰菌越多,兰猪的长势就越旺盛,此消彼长,兰盆中的杂菌将越少,兰花的浮盆也就越快。 兰花上盆后我们将兰花放置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夏天不要让太阳直射,冬季注意保温,在气温低于3摄氏度要及时把兰花放置到室内或温度高于3摄氏度的地方,防止兰花冻伤。 兰花浇水的原则要不干不浇,浇责浇透,要活用,不能过度干旱,也不能过度湿润,特别是兰花盆内不能够积水,积水容易导致兰花烂根,施肥方面要薄肥禽湿,以免产生肥伤。 只要我们的养护管理方法得当,便可大幅提升兰花的浮盆速度。 所以说要想兰花浮盆快,最主要的还是选苗,健康茁壮的兰苗,浮盆时间会大大缩短,后期的养护也会容易一些。 好了,我是爱兰说微子,我会不断更新兰花小知识,关注我不迷路,欢迎评论分享我的兰花小讲堂,感谢大家的观赏。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再见。